Roku可说是2020年的赢家之一了 股价从3月疫情期间最低了60美元 到2020年底最高的360美元 Roku当然受益于疫情期间 北美人看电视的时数变长 但有投资Roku的人应该更关心 2021年的股价还有没有上涨的空间吧 当然对于能不能持续看多或者看空 这都是很主观的东西 尤其像这种过去股价快速攀高 但却不能百分之百保证未来和竞争对手厮杀 能否继续屡战屡胜 唯一能保证的就是Roku所在的CTV产业 就是一条无法回头的单行道 而传统的电视产业只能一直萎缩下去 持续来到2020年底 Q4财报还未开出 但我观察了Q2到Q3的财报 基本上就是从黑夜到白天来形容 今天的视频除了第一 简单介绍一下Roku的商业模式 第二 为何我认为Q2到Q3的财报 像是从黑夜来到了白天 第三 就是说说我对未来股价的看法了 Roku的商业模式先简单结论 重点不是在赚设备的钱 重点是在赚平台的钱 Roku在这个CTV领域中的B2C玩法就是 销售Roku品牌的设备 然后推动一个广告驱动的经常性收入平台 表面上看上去 Roku就是个电视盒 或是植入TLC Samsung LG等电视机厂商的操作系统 但事实上 Roku是个圈用户的平台 最新Q3的季报里 Roku的平台活跃用户共4600万个 这是年增43%的活跃账户成长 统计活跃用户转化成平台收入的好成绩 则是每用户平均收入27美元 远高于Netflix最贵的流媒体计划 这更是凸显了Roku在平台货币化方面的表现 能达到这样的好成绩 当然在于Roku近年来建立的强大网络效益 在这种效应下 无论是无广告的订阅制 或是有广告的流媒体服务 都希望他们的内容可以曝光在Roku的平台上 广告主也想让他们的广告能呈现在观众面前 在平台看其他Premium Channel Roku就是赚流媒体的分润 在平台上看Roku Channel Roku就是赚广告费 而Roku则可以将其平台货币化的收入 再投进平台 平台用户进而享受更多的流媒体内容 当然Roku平台也获益于更多的合作对象 譬如最近的HBO Max加入Roku平台 就是一个例子 这对于Roku的CTV生态 就是一个价值创造的循环 Roku重心虽然是在赚源源不断的平台的钱 但驱动平台活跃账户的硬体销售 绝对是最重要的源头 因此身为源头的设备销售增长 如果表现得强劲 就可以合理判断 Roku未来更多的平台收入还是可以期待的 那Roku最新Q3的设备销售表现得怎么样呢 57%的同比销售成长 这是Roku7年以来播放设备销售表现最好的一季 不过任何事情在目前的CTV平台 以及CTV作业系统争夺战中 都会随时峰回路转的 一些电视制造厂商像是三星和Vizio 已经开始选择建立自己的流媒体操作系统 我也在近期的Business Insider一篇文章中读到 一些业内的人士担忧 如果Amazon那样实力雄厚竞争对手 有一天决定和过去Roku合作的那些电视制造商 譬如TCL来个高额支付 要求TCL让Amazon的流媒体平台 在他们的电视上独占一段时间 而这也可能是Roku潜在的危机 更是高股价的风险 所以Roku对于目前的TV Partner 或是Amazon这样的平台竞争对手 未来可能使出将其边缘化的手段 要有应对的措施 这点要持续留意 接着来聊聊最近也公布了Q3财报 我对Q3的财报结果相当满意 刚刚提到和Q2的结果相比 就像是由黑夜来到了白天 除了先前提到的设备销售同比成长了57% 17年来成长最多的季度之外 其他令投资者雀跃的数字如下 相比第二季总营收40%的同比成长 第三季总营收的同比成长则是73% 其中重要的平台营收成长则是达到惊人的78%同比成长 同时配合毛利率的扩张 尤其是平台方面毛利率从Q2的56.6%扩张到Q3的61% 值得一提的是 作为营收先行指标的平台活跃用户数 一开始有提到 Q3同比成长了43% 达到了4600用户 但是Streaming小时数的成长 更胜平台用户数的成长 达到54% 这代表了现有用户在Q3花了更多的时间 在Roku的平台上看电视 Q4许多北美城市因为疫情的严重 又重新lockdown 看来Q4的财报数字也不会太差了 再者 2020年12月17日 华纳的串流服务HBO Max 正式在Roku的平台上线 这对于Roku再添一个premium channel 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关键还有华纳同时宣布 包括审理女超人1984 以及2021年的17部票房大作 都要在HBO Max和影院同时上映 这也间接让Roku的平台更具吸引力 另外RokuTV上看电视 不仅可以轻松切换 不需记得多组密码 还可以比移动载具更适合看 嗨客人无似这样的大片 那股价呢 Roku的股价不停登高同时 估值也同样已经破了新高了 我使用考虑债务的企业价值 来观察Roku的估值 无论是之后一年的企业价值 营收比25.8倍 或是远期一年的企业价值 营收比18.4倍 和历史相比估值都已经破高 目前股价约335美元 反应的企业价值营收比25.8倍 虽然这个估值比之前两次估值高点21.5倍 再多出20% 确实有点偏高 可能会有修正 但我的看法是 在没有像三月那样系统性风险 再次发生的前提下 Roku应该撑得住之前的估值高点21.5倍 这对应的股价大约是280美元 认为撑得住280美元的原因 有以下4点 第一 虽然Q4财报还未开出 但以目前分析师的预估 2020年全年 应该至少会有17亿美元的年营收 只是从2017年营收5.12亿美元 年复合增长率49%的好成绩 也是2017年以来 Roku开始推出Roku Channel 以及聘请Rosenberg 来专攻平台广告之后的营收成长率 Roku利用AVOD的商业模式 与第三方影音内容发行者合作 只要观众观看Roku Channel上 Roku投放的广告 就可以从这个频道免费观看电影影机等内容 因此Roku Channel在第三季的活跃用户 甚至比整个Roku平台还要多 达到5400万 第二 还有之前提到的Q3平台毛利率再度提升 毛利率持续扩张之后 绝对值得更高的企业价值营收比 因为每百万营收对Roku来说 利润更多了 第三 Roku推动的广告驱动经常性收入的平台 每百万的销售不会只有是今年的 而是往后好几年 我的看法是 一旦Roku的平台越打造越扎实 用户 CTV的广告主 以及那些流媒体内容服务 没理由突然直接离开这个平台的 第四 在录制视频当天 1月6日 Roku提前公布Q4两个营收先前指标的数字 第四季的活药用户 同比成长了39% 达到5120万个 Streaming 小时数 同比成长了45% 达到了17亿小时数 又是一个Q4财报开得好的好预兆 最后 Roku所在的CTV行业 将在未来几年 拿到连续成长的广告预算 而2021年将是成长最显著的一年 和2020年相比 2021年的CTV广告 将成长40% 达到113亿美元 划时代的检线潮 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 传统电视广告流向CTV 就是一条回不了头的单行道 而Roku计划 将拿到更多的厂商广告预算 但别忘了 目前尚未盈利 短中期不想看到股价回撤 任何一点闪失都不可以发生 举例来说 如果Roku得利于冬天疫情 在家看电视 那么等到疫苗打完 夏天到了 就要拿更好的消息 譬如说经济的回温 营销人员在CTV上 更偏好Roku平台 这样的好消息 来弥补疫情消退后 可能成长减速的平台火药数 Roku的下一个成长阶段 可能由它目前 蓬勃发展的广告业务 还有它的国际扩张来定义 Roku Channel 未来也必须得到 更多内容的授权 因为它不像Netflix 或是Disney一样 有自己很好的原创内容 而拿到更多的优质内容授权 才能吸引更多的大牌广告商 也才能在尚未盈利之前 撑得住股价280美元 这样的高估值